第28题 甲乙两个电阻器与电池连接如图的电路图 以知甲乙的电阻大小分别为10Ω20Ω 此时电池的电功率为60Ω 若两个电阻器皆遵守Ω定律 电池的内电阻及导线电阻可忽略不计 则以甲乙两电阻器的电功率最可能分别为何 这题呢我们有可以认真的算 我们可以假设我们电压是V 然后根据我们的公式呢 P呢就是等于V平方除以R 那么带入了我们的10Ω跟20Ω 各个算出来甲乙的电功率 然后呢总功率呢是分功率的相加 所以甲乙的功率加起来是60Ω 然后真正的去算出来电压有多大 然后呢就带进去求出它的功率有多少 那这是一种做法 或者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看 甲乙两个电阻器它本身是并联的 所以电压一样 所以呢P呢电压一样就是R 也就是我们的功率会跟电阻层反比 那我们的电阻值呢 比值呢是10Ω比上20Ω 也就是1比上2 所以我们的功率比呢就要是2比1 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功率比要是2比1 第二个我们两个加起来的总功率呢 要是60Ω我们就知道答案呢只有A选项呢是对的 那么它的功率比呢2比1 然后加起来是60Ω 因此第28题问我们说 则加一两电阻器的电功率最可能分别为何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甲等于40Ω E等于20Ω 别来 我们的 对 我们上 罕 Bald 中文字幕——YK